加拿大康考迪亚大学 他在这个教学当中使用 SIM Center的电磁厂的仿真和这个马达设计之类的这个技术 用于教学和这个研究和科研 取得了相当的成果 这是一个四分多钟的视频 我们简单的观摩一下 国外的大学 他们是如何开展比较高阶的研究性的项目 以及教学的实践 SIM Center的这个电磁厂跟电机仿真呢 是真实的企业用的 那么这位教授呢 他讲解有非常多的项目是真实的来自于企业的项目 那这墙上都挂着有这个锡钢片 电机是非常常用的 像电动汽车啊 风能发电啊 所以他在做这种圆形的时候 你看他的背后有一些板子 连着线 那这位应该是学生 那么他自己做的 这个 变频的这个电路 这是一位博士研究生 看来是一位亚裔的学生 那么用的是这个MotorSol MotorSol来做这电机设计 做各种计算 有限元的计算 和这个实验结果的对比 这位应该也是亚裔的 一位博士 那么他是在做这个电机的性能测试 做一些电机的动态性能测试 那主要用的是这个Magnet 跟MotorSol的这样的软件来辅助 那这几位都是电器专业 和计算机工程的博士研究生 就是他计算的 这是应该比较高端的一些研究 他在讲MotorSol跟Magnet之间的互操作 那么他在做这个机械 机械和电 然后再做一些测量 计算 做一些性能的预测 所以这个这段视频拍的非常好 有借鉴意义 有非常强的借鉴意义 做一些工业企业的真实项目的一些科研 分析这个电机啊 性能啊 这些包括各种装置 所以这个有软件 用真实工业软件的辅助 所以这段视频是非常好 值得收藏和借鉴 是去